对我这个珍珠的想法的话 我觉得我为它命名为星辰大海 珍珠它是 我觉得它像是海洋的馈赠 然后刚好的话 星辰的话我是觉得 刚刚好我的这一盘珍珠中间 这颗紫的和这颗银的 特别像是一颗恒星和一颗行星 我觉得我和我妈妈的关系 也特别像是恒星和行星的关系 然后我们在彼此的心中 也是最特别 最闪亮的存在 刚刚好这颗紫的 有我妈妈的那一种 就是典雅 然后还有那种温和的气质在里面 这是我的想法 谢谢 好 那个其实我本来就想 一两颗做个小耳环就可以了 没想到这么慷慨 给了我这么大一把珠子 然后呢我特别喜欢这一颗异形的 就有点像一个强心脏 我觉得因为我想 送给我自己和像我这样的 女孩子 女性吧 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都被 这个生活磨练 有了一颗很强大的心脏 有句话我很喜欢 叫人生如海并棒成珠 因为它有一颗沙子进去是偶然的 但最后它就靠自己的心 很顽强的分泌柔软的物质 把它一层层的包裹 然后一颗丑陋的沙子就变成一颗 银润的珍珠 所以我就想这个做成一个就是 可能是一个项链 像一个强心脏 好 我今天也不知道会收获多少珍珠 看这个数量和颜色都很丰富 我当时心有点乱 但是我后来还是想了一下 还是初衷不改 我想这个设计的主题叫有仪无价 因为我们身边都有很多朋友陪伴我们 那除了家人之外呢 人生里面总有很多我们最黑暗的时刻 然后需要他们来关怀 就任意创作 多创作一些 如果确实 确实那个做完了以后还有剩的话 我捐给张绍刚老师 刚才整个的过程啊 让我对珍珠之美 有了非常深刻的体会 你说我羡慕不羡慕胡海泉那个样子 当然羡慕 我羡慕不羡慕邦妮 当然羡慕 包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但是 我们生活当中有特别多 让我们羡慕的人或者是 但是 我们自己的生活 是唯一的 怎么羡慕都没用 不管别人都有多华丽 多绚烂 你手里面的唯一才是最好的 因为它是你的 所以 它有一些渐变色 我希望把它做成一个胸针 或者一个小小的挂针 就是给我媳妇 因为我就 要用我的选择来告诉她 我们两个在彼此的生活里面 就是唯一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又吵架了 最近 是不是又吵架 就是生活还不老是这样吗 又吵又公开认错 又公开 又吵架了